自立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 就对你印象挺好的 没想到在跟你们见面的时候 居然是相亲 你说咱俩受特有缘呀 是 我没想到会在那儿见你 那天 那天我弟还跟我走台车 他那假装是我司机 结果一欠名 全都露馅了 不过你弟真的挺可爱的 我弟啊 他从小就特别调皮 鬼点子特别多 他呀这儿一捅脑子 就是我给他顶包 那天就遇到你了 你遇到别人 他遇我是一骗子 你才不会骗人呢 我从你的眼镜里就看得出来 你的眼神 让人感觉特别踏实 再喝点 还喝 没事 没了 我再开一瓶去 差不多了吧 没事 今儿是高兴吧 多多了会不舒服的 自立啊 你是一直这么冷静 还是对我这样啊 没有啊 没有吗 但我怎么觉得 你对我特别客气啊 而且一直跟我保持着距离 真的 包包我帮你了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我来 那我挺开心的 自立啊 自立啊 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 我就做给你朋友吧 看你紧张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真不喝啊 我不喝 那你不喝我喝了啊 自立啊 你相信命运吗 我觉得 我们俩的相遇 就是上厅的安排 你就是茫茫人海中 我 我也要找到那个人 你怎么不接呀 你收拾电话 切插扫把兴 这谁啊 那这 怎么这个名啊 这电话一打来吧 我就特倒霉 所以我就把它 存这个名字了 来来来 就有办法吧 你别别别 好让你都不骚扰你了 别别别 喂 黄自立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再不接电话我就找你了 你谁啊 我是幸福里派出所的民警 让黄自立接电话 警察 你别骗人了 我还反骗的呢 你是谁啊 还有 黄自立的手机 为什么在你手上 我是黄自立女朋友 请你不要再骚扰她好吗 你听好了 我是幸福里的民警 我的警号是326578 你可以打电话询问 我不管你是谁 你必须把电话交给黄自立 不然你就是妨碍公务 妨碍公务 黄自立跟你们有什么公务呀 喂 喂 我黄自立 黄自立 你干什么呢 为什么躲着我不接电话 我没躲着你不接电话呀 你没躲我 那为什么让你女朋友接电话 刚才电话不是不在我身边吗 你这女朋友 是不是又在网上认识的呀 你说你今晚有事 是跟网友见面 自立 你跟那个扫把星说话 不要那么客气 你跟他说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以后不许他骚扰你 什么网友啊 我就是在朋友家里吃饭 你刚刚说那扫把星谁呀 你有恶事了 我 我这会儿跟你说不清楚 我回 回头跟你说吧 你最好别再犯上次同样的错误 方警官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 就算他是警察 你也没必要对他这么客气啊 你又没犯法 怕什么 大胆事 方警官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我找你当然有事 但你现在太忙了不方便 我不打扰你了 你明天来所里一趟 明天我要上班 我没时间啊 没时间 你最好来一趟 这样吧 明天再说吧 好不好 明天打电话 我挂了啊 喂 这黄自立还敢挂我电话 我来吧 你还可以看我一看 那都要了 我来打电话 不晓得 喂 拉过 喂 您好 请问是黄自立的父亲 黄汉明吗 我是我 你是老管 您好 我是苏州幸福里派出所的民警 我叫方言 警察 不是 你那个 我是咋个 犯法了 不是 不是 叔叔 您别着急 黄自立没有犯法 是这样的 那我们需要您的配合 您 您说 您说 好的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警察跟你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啊 没关系 这么晚打电话给你啊 而且说话这么冲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人手里啊 你想多了 我 我跟他其实关系没那么深 没那么熟吗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关系不一般的 我不是说了吗 他只要一打电话来 我就一定犯倒霉事 为什么呀 什么倒霉事 你跟我说 我跟他的事 这也不是一两句话 就能说得清楚 我听见了 你们俩是不是之前有过一段了 所以他一直死追着你不疯是吗 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那你明天到底去不去啊 我明天 我 行行行 你别跟我解释了 我觉得吧 你明天应该不会去 如果你去的话 万一人家就情敷燃了 那怎么办呢 要是我的话吧 我也 好难抉择呀 那个刘总 我这样 我今天也吃得差不多了 明天我要上班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要走啊 你看我还准备个水果呢 你吃完再走呗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你也别喝了 好了 我先走了 你陪我再喝点了 又给我帮你收拾 那 那也不用 你 你留步吧 留步吧 我走了 你再陪我喝点吧 过了 回来联系 你别走啊 你再陪我坐会儿吧 走了